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很多的种植户 不管种植瓜类还是番茄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避免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这个死苗烂磕这个情况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夏季在种植瓜类或者是番茄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死苗烂磕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就是夏季的高温高湿 引起的经济腐 尤其是有土栽培是最为明显 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在栽植的时候 我给咱们朋友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咱们拿过来的苗子 育苗团上部 也就是说跟土壤平面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要请工人来一块栽 有时候给你栽的过深了 这个土都埋到经济部往上都五公分 甚至六公分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会出现死苗烂磕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说 咱们一浇水以后 突然通透性就比较差了 这个也是引起死苗烂磕的一个情况 按照正常来讲 像我们有土栽培这个缓苗时间一般得一周左右的时间 那么像我们这个苗子是今天是栽上的第三天 这个已经缓苗已经完全结束 你看这个根系 是特别特别发达的 所以说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其实在这个 不管是冬季啊 还是这个秋延后栽培 一直提倡这个 无土栽培 而且采用这个带庄的栽培 是比较方便的 这样子呢 就是说苗子缓苗非常快 基本上两到三天就缓苗结束 而且呢 又可以避免连年的这个冲山种植 所造成的一个这个冲山变害